10月22日晚上 在成都温江体育馆举行的 2023亚洲U17 继U15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结束 在最后共10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 中国队参与了其中6个项目 最后4胜4负 获得4项冠军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 U15组别的5项决赛中 中国队只收获了女双一金 张艺兴照新一以 2比0战胜一对泰国组合夺冠 此外 在女单决赛中 孙毅飞以21比19 22比24 20比22 惜败于日本的阿南名杀 在男单决赛中 范红轩在临场受伤的情况下 仍坚持完赛 以19比21 13比21 不敌印度的昌脉 男双和混双冠军 则分别由日本队和泰国队摘得 晚上进行的U17组别决赛 有两场为中国队会师 其中 张智杰以2比1战胜李之航 男单称雄 陈俊廷李弘毅 以2比0战胜刘俊荣 聂耀阳 男双夺冠 在混双决赛中 中国队兼象征冠的 刘俊荣陈凡舒田 以2比1击败 马来西亚组合夺冠 女单和女双冠军 分别被泰国选手 和中国台北组合夺得 至此 成都首次承办的该项赛事 顺利结束 这一赛事的举办 不仅给中国更多青年少年运动员 提供了参赛机会 微优系列各年零段 选拔人才拓宽了途径 也为各国和地区青少年选手 搭建起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 该项赛事亦将在未来三年 持续在成都温江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赛事进行期间 亚语联还举办了裁判员培训班 和晋升亚洲级裁判员考试考生选拔 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裁判员 共同协作 充分交流 助力比赛的顺利进行 中国语协利用本次比赛机会 也同时举办了2023年裁判员培训班 培训班学员全程参加亚语联培训课程 并参加了中国语协组织的 规则法与技术官员指南英语比试 还作为本次比赛的裁判员和私线员 全面投入到职才当中 这是近年来 中国语协第一次借助国际比赛 举办将实战 培训 考试结合起来的裁判员培训班 旨在以实战的形式培养 未来参加晋升考试的裁判后辈人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